杨家豪 小子 你接下来都得听我的 别再那么莽撞了 知道吗 你可不能比我早死啊 知道了 叔 你就看我把一条命当九条命来用吧 那现在来查看一下我们夏蕾妹子的分数吧 光诺 你最后 夏蕾 访客 夏蕾 剩余分数为三十六分 备注 已死亡 这 这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夏蕾妹子的分数还剩下那么多 却被备注为 已死亡 而且名字还 还被画了个红色的叉啊 我 我怎么就死了 不可能了 我还感觉得到自己的心跳啊 还有你们摸摸看 我的手还是有体温的呀 这 这怎么回事啊 别吓我啊 夏蕾妹子 你先别急 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你怎么可能会死呢 对吧 嗯 如果我真的死了的话 我不可能连一点印象都没有的 况且我的分数还有那么多 吓死我了 唉 会不会是这机器太老旧了 出现故障了 夏蕾你站一旁挡着 我来试试吧 唉 这 这分数没错呀 唉呦 夏蕾你别哭呀 我再试试 再试试 这一次我 我就输入不在场的人的名字好了 我去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老庆也被备注了以死亡啊 分 分数还剩下 四十六分 这 这怎么回事啊 这不就只扣了四分嘛 怎么会备注了以死亡了呢 我就不信邪了 再试试宗明的小子的 王 宗 明 我敢肯定一定是这机器出问题了 你们看 你们看 宗明的分数显示着二十七分啊 仍然是备注了以死亡 唉呦 吓死我了 这破烂电脑真会吓人啊 不可信 不可信 唉呦 夏蕾你就别哭了 你没听仙红叔说的吗 一定是这台破烂电脑太老旧了的关系 坏掉了查不准 你瞧你的手在我手中 是那么的温热 那么的柔嫩啊 就算要死 怎么也轮不到你这几花先死的了 哈哈哈哈 真的吗 我真的没死吗 我好害怕啊 当然是真的了 你 你可以放开我的手了吗 哦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既然这机器有问题 那留在这也没意思了 我看我们继续去找宗明吧 你忘了光诺他还没查询吗 那么急着走 你是知道宗明的小子在哪了吗 哎呦 不是啊 叔 这不是你说的这机器有问题吗 好了 知道了 光诺你快去查一查呗 查完了快点离开这 好吧 我也来查查看好了 特殊访客 楚光诺 剩余分数为 五 五十分 备注 分数已被锁定 哇靠 这怎么回事啊 什么是特殊访客啊 还有我的分数 竟然还是五十分满分 而且还备注了分数已锁定 哇靠 这电脑疯了吧 凭什么把夏蕾妹子备注了个已死亡 却把光诺你小子给备注了特殊访客 和锁定了满分啊 我靠 是你小子动了什么手脚 开玩笑了吧 我也是才刚碰到这电脑啊 你对着我吼什么吼啊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动手脚的呀 白痴哦 你们两个都给我住嘴吧 听的人烦死了 你们快看着 这备注下面还写了四个字 被选楼神 什么是被选楼神啊 你们谁又听说过这东西吗 下来你 你说什么 被选楼神 你确定那写了楼神吗 是啊 确实写着被选楼神四个字 不信的话你自己看吧 我 我怎么成了个被选楼神了呢 楼 楼神他 不还好好地在那吗 哇塞 难道光诺你听说过这什么楼神的吗 听起来好像很酷呢 这是个多么新颖的名称啊 难道说 这四六公寓都是归这所谓的楼神所管辖的 喂 那这个分数以锁定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说光诺你小子有扣不完的分数 想犯规就犯规 我去 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哇靠 我说光诺你怎么运气那么好啊 你现在简直就是个无敌的存在啊 那接下来有什么危险的事 就得麻烦你挡在我们前面了 喂 你们刚刚不是说这台破电脑出问题了 不准的吗 怎么现在又那么肯定 我的这所谓的分数已锁定就不是系统问题了 至于这被选楼神 哎呦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 不过 若我的分数真的被锁定了 无论做什么都不会被扣分的话 我确实是可以挡在你们前面了 很多事情就没必要让你们去冒险了 只要我确认过没事 你们应该就可以轻松的跟在我身后前进 这听起来好酷啊 那光诺你打头阵 信红输电后 我和夏蕾妹子走你们中间就好了 哈哈哈 感觉真不错呢 剩下一分又如何 有个无敌的你走前头 没事没事 就这么定吧 光诺 既然你可能是不会被扣分的主 那就由你来决定我们接下来去哪吧 嗯 这样啊 那我们先去楼梯间看看吧 去楼梯间干嘛啊 难不成你要去那找另一间安全屋吗 不是的 其实我说我在五楼放下下来的时候 是和庆叔在一起的 我吗 嗯 是放下另一个女 哎呦 我也说不清了 反正我当时是和庆叔在一起的 可是楼梯间的规矩是同一时间内 只能一人使用楼梯 所以庆叔他为了保护我们 只能选择自己置身犯行 我就这样在五楼那等了好一阵 却始终没有等到庆叔回来 于是我就尝试走上楼去 想要寻找庆叔 可就在我上楼寻找庆叔的时候 我竟然发现一具长的 就像是庆叔一样的尸体 跟在我后面追赶着我 我现在真的非常地担心 庆叔他的安危 希望那具尸体就单纯的 只是鬼魂化身来笑而已 哇靠 既然有危险 那我们还去干嘛 去干嘛 光莫的意思很明显 就是要去找你师父啊 你蠢啊你 是啊 我想趁着我们 还在这镜像世界里的时候 去楼梯间的寻找庆叔 你们没发现吗 这镜像世界里 不单止不会触发任何的规则 就连个鬼魂还是灵异事件 都没遇到过 唯一遇到的 就只有我们自己人而已 所以我怀疑 一旦在那原先的 四六公寓里 被鬼魂附身 又或是被替代 受害者都会出现在 这镜像世界里的 而如果这镜像世界里 真的不受任何规则束缚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安心地 四处查探了 不是吗 那就走呗 一个两个的还弄在那干嘛 快动起来 在信洪书的再次查询下 一行人赫然发现 这电脑上不单只是下围一个人 被备注了以死亡而已 就连失踪的庆叔和宗林良 也都同样的被备注为以死亡 并且是在仍然高峰的情况下 原本因为获知自己可能已经死去 而难过不已的下来 在信洪书和家豪的开解下 总算是缓了过来 因为经信洪书的判断 也许就只是电脑的系统太久了 出了问题而已 可谁能想到 这最后一个查询的光幕 竟然查出了个特殊访客的身份 并且仍然拥有着被锁定的满分 和一个被选楼神的身份 这突如其来的结果 瞬间的就让气氛缓和了过来 焦点瞬间的 都转移到了光幕的身上 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电脑是真的坏了吗 还是说 其实无论是夏威 庆叔 还是宗礼 其实真的都已经死了 不愿意 心里 也不愿意 还要